所有的人在今年都會有一顆陀螺心在他的紫田線上面 紫米宮、田財宮代表的是我們的財庫 基本上有劃劑、有殺心 通常就表示說今年是一個破財的年 流年的陀螺心進來 所以今年是一個整體性,大家容易破財的年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來想想看啊,什麼樣子的新藥 我比較容易存到錢 換句話來說,什麼樣的新藥 我比較在今年裡面呢 相對來講,我不怕這件事情 紫微初接班,正式開班 我們是唯一有得到勞動局 人才培訓機構認證的教學機構 課程內容包含教學方式 都是非常嚴謹有結構的 從基礎的原理代名 可以自己掌握紫微投訴 我們有完整的一個助教團 陪著你一起辦讀 陪著你一起做作業 陪著你一起做筆記 在美國的學生呢,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會配美國的助教給你 所有上課的課程內容呢 我們影片都會保留 你都可以做課後的夫妻 並且呢,我們會組建一個討論群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裡面 老師也會回應 我們有完整的教材 對於命理有興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學會指揮鬥數 甚至你已經開業很久了 別的命師,客人只要走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甚至連聖誠八字都不需要 這些高階的技巧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通通都有 即將開課了 讓大家來報名 存到錢這個概念 首先要分成幾點 第一,你自己個人的個性 所以命工很重要 第二,你對存錢的觀念是什麼 所以紫田縣資金工填財工很重要 第三,你有沒有賺到錢 如果你本身沒有錢 你一個月薪水就最低工資 兩萬七千塊 那很愛存錢 你也是一樣存不到錢 所以呢,你的理財觀念 那這時候要看財博工是什麼 因此啊 財博工 命工 資金工 填財工 這四個工位裡面呢 到底放什麼樣的新藥呢 會比較讓我們容易存到錢 首先呢,要知道說啊 我希望要留住金錢 最主要的觀念就是 我要相對穩定而保守 第一,當然的條件 當然不能是 我存錢憑感覺 花錢憑感覺 賺錢憑感覺 我的個性一切憑感覺 所以不可能是這四個工位裡面 有煞心出現的 第二個 我不會憑感覺 那還要看看啊 我有沒有足夠的個性特質 譬如說呢 我愛幹嘛就幹嘛的七煞心 這樣不行 我有夢想繼續發展的破君心 這樣當然不行 什麼東西看到我都要的貪良心 這樣當然也相對來講 比較不容易 愛面子的 指揮心 什麼事情我都要主導一切的太陽心 相對來也一樣不容易 很多東西呢 想東想西的天積心 一樣的也會相對來說不容易 那排除掉這些之後呢 我們留下來就是相對穩定的心藥 例如 錢怎麼花也是花在自己身上的 這種好享受的太陽心 這個沒有存到錢沒有關係 反正呢 錢只是轉成他喜歡的模式 留在他身上而已 再來 不希望動太多的腦筋 好好開心過日子的天童心 什麼事情都很務實的 去考量的無曲心 生怕自己身敗名裂啊 活不下去的 每天空虛寂寞冷 每天擔心那個是要滅亡的巨門心 或者是呢 什麼事情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天賦心 喜歡幫助人 而且呢 通常老天也幫助他的天良心 這些心藥呢 相對穩定 不管是什麼原因 不管是懶惰也好 擔心害怕也好 運氣很好也好 這種的心藥呢 它相對穩定 那相對穩定的情況之下 在命工 個性他們是相對穩定的 在財工 我的理財賺錢呢 是穩定的 在子女跟田來工 我會知道說 我要穩定的呢 可以把財富收納進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它就會相對的容易賺到錢 好了 問題是啊 如果說 它是相對穩定的心藥 可是再加上煞心呢 怎麼解釋 我們先講 不穩定的利息再加上煞心 不穩定的利息再加上煞心 那就存不到錢啊 花更快 相對穩定而碰到煞心的呢 相對於碰到煞心的啊 就表示說啊 如果只有一顆煞心 可能還好 但兩顆以上呢 它通常抵抗不了 那就還是破財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啊 我相對穩定 並且 我產生四化 也就是說 我全部有化露 有化權的 不管化露 我增加財富出來 或有化權 我希望更清楚的掌握它 那也是相對容易傳到錢的 所以呢 我們如果在今年來看啊 今年來看啊 那即使你的子田心 現在每顆陀螺心 可是如果說 你的 命功 財博功 有剛剛那樣的星藥 甚至有化露 其實你還是可以存到錢 所以這些星藥呢 它這樣的組合 我們相對能夠存到錢 那同時間呢 我們也來看看說啊 你在什麼時間點裡面 其實容易花錢 也就是說我今年 實在是那個整個子田縣殺技一堆 根本很難存得到 這時候想辦法賺錢來去花就好了 有的時候人是這樣子啊 我就是今年根本沒有 那個好的對象 我硬要去談戀愛 那是徒勞無功 那同樣的 我今年呢 我其實就是很多的開銷 我根本存不到錢 那不如不要在今年做這個計畫 因為運線在這樣子走的時候 我總會走到某一個年份 我其實相對子田跟財富是比較好的 那那個時間點 我才去做理財的規劃 我才去買一些可以儲蓄的 不管是ETF也好 資金也好 那你在這種破財的狀況之下 去買這些東西 其實就容易破財 除了我們在討論說 什麼星藥能夠存到錢之外呢 真正你要想到的是啊 反正這些星藥 透過運線盤 你都會碰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抓自己對的時間點 去做好的儲蓄 我們常看到很多人是 買了一個定存的保單 年利率可能5% 但是要被鎖個5年 結果呢 今年你可能出車禍了 你需要簽 那怎麼辦 把保單解除 還是用信用卡再借一幣 信用卡借出來要十幾% 把保單解除呢 會損失 所以有的時候存錢這個事情啊 我們要存起來有效益 所以呢 你要先看自己啊 在沒有機會破財的情況之下 很好存錢 持田線很漂亮的情況之下 再去做這種存錢跟利財的打算 如果說呢 你自己本命盤 就是這樣的特質 那今年只是流年的一顆小陀螺心 應該也沒有關係 從這邊我們就知道說啊 什麼樣子呢 會比較容易亂花錢 如果你看你老公是亂花錢那個 那該怎麼辦 把錢留在你手上 那同樣的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會亂花錢 我把錢都放在老婆那邊 這樣行不行呢 對不起 其實也要看一下你老婆 如果你老婆剛好是會花錢的那種 不是會存錢的那種 那你放在他那邊 他只花更多而已 還沒有辦法花在你身上 能不能存到錢 可以用這樣基本的邏輯去判斷它 不過呢 我常常覺得啊 人生苦短 擔心自己破財 還不如想辦法把自己的那個財賺很多 你就不用擔心破財了 謝謝大家 我們再次找到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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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